你剛剛錄的影片 你要刪掉 不然我會告你 搭多元計程車 搭到火氣很大 原來就是因為女子睡著了 醒來卻發現司機在偷拍 司機點頭表示會刪除 女子這才下車離開 不過事後向客服投訴 卻只收到罐頭訊息回覆 當時女乘客搭Uber 正在後座休息睡覺 結果醒來時才發現 司機正拿著手機對著她偷拍 事發在臺北市信義區 一名女業務員搭多元計程車 在車上短暫休息 沒想到卻被司機拿導航的手機 鏡頭偷拍 當下她擔心會有危險 直到下車時才要求司機刪除影片 還是就算再累 我覺得還是要多少保持警戒 如果說偷拍女乘客不是隱私部位 而是造成女乘客感受到不舒服的話 有可能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第十二條的規定 律師表示如果沒拍到私密部位 恐怕不會構成刑責 但只是搭個車想休息 卻被司機拿手機偷拍 實在讓人感到不舒服 還好民眾機警有發現 只能說搭車還是得提高警覺 法律新聞 張德生 蔡智敏 台北報導